哈喽各位今天显哥要讲的是你绝对猜不中结局的系列之幸福眼镜 话说我们男主阿强虽然人长得不丑家境也算富有 可是就是找不到女朋友 这整个身边的朋友都嘲笑他 说你这也太可怜了赶紧上相亲网站上找一个吧 本来阿强都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生活 每天就是吃点小菜喝点小酒 因为性格原因阿强即使有一些存款也不怎么消费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会消费 但是在朋友的建议下他还是尝试了一下这个网站 于是开始填资料 姓名王强川家住屠鲁番 年龄33平时自己孤孤单单 就想找个伴照顾我的一日三餐 要求不高不需要高不可攀 但长得要秀色可参 最好是想宋丹丹 填好自己的资料后 等一下就出来了其他女会员的配对邀请 阿强一看一个名叫歪瓜的女会员 往下一滑一个名叫列藻的女会员 这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啊 再往下滑一个名叫小翠的女会员出现在眼前 よし可愛好漂亮ですね 阿强毫不犹豫的同意了约会 第二天就开始头疼 第一次约会到底要去哪里呢 这个时候就收到一个匿名快递 打开发现里面是一款眼镜 阿强刚戴上眼前就出现各种画面 同时耳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原来这是款智能眼镜 这款眼镜内置缺德地图 通过鼓传导为用户提供导航以及各种数据分析功能 阿强就带着这款眼镜来跟小翠约会 刚看到小翠眼镜就开始分析 通过搜索小翠在社交平台上发的动态 了解到小翠喜欢某个画家 然后眼镜就建议阿强带小翠去看画展 可是就阿强这天天宅在家里 哪看得懂什么画展 于是眼镜又建议他购买关于这个画家的资料 指纹付款成功后 资料就呈现在了眼镜上 这下阿强可好好的发挥了一把 洋洋洒洒一番忽悠 把小翠说的是服服帖帖的 完后两人又来到一家西餐厅吃饭 连怎么拿刀叉都需要眼镜提示的阿强 面对服务员询问他要什么红酒 那是一脸懵逼 然后服务员推荐说 先生我们这有刚到的波尔多红酒 波尔多的葡萄是最好的 然而阿强却说 哦是吗 我认为图鲁番的葡萄才是最好的 服务员一脸尴尬说道 您说的是葡萄干 我说的是葡萄酒 这时场面一度尬到零点 好在眼镜又出来救了场 一顿熟练的点菜操作 帮阿强挽回了一些眼面 接着旁边一桌的男人突然倒在地上 眼镜提示他赶紧上去帮忙抢救 于是阿强走上前去 像玩游戏一样 就把那个男人抢救了过来 这让小翠对阿强的好感是又提升了 在眼镜的帮助下 阿强在小翠面前树立了一个有共同爱好 有风度又乐于助人的完美形象 今天的约会可以说非常成功了 之后的日子 阿强对眼镜就更依赖了 平时出门穿什么衣服 吃什么东西都交给眼镜来处理 甚至在工作上眼镜也能带给他帮助 在领导面前汇报工作 也不用担心忘词了 直接念眼镜给他做的数据分析和方案设计就好了 因此他还受到表扬 升职加薪被委派去做分店长 然后阿强就在眼镜的建议下买了辆红色跑车 在一个下雨天又是贴心的把小翠接到了自己新买的房子 并且准备趁此机会就求婚 同时眼镜也把求婚要说的话都打在了阿强的眼前 可就在这时眼镜没电了 阿强是一下就懵逼了 赶紧上楼把眼镜充好电 找了个借口出去买点吃的 然而当他回来戴上充好电的眼镜 再次来到小翠面前求婚时 却被小翠拆穿了 他只是在念眼镜给的词 原来在眼镜充满电的时候有提示音 然后小翠就上楼发现了阿强的秘密 他告诉阿强 我想和你谈恋爱不是和眼镜 阿强听到这也很感动 于是把眼镜扔到地上一脚踩碎了 但是小翠还是拿起包离开了 时间来到不久之后 小翠还是惦记着阿强 就在他还在想要不要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阿强就出现在了眼前 并且没戴眼镜 他说从今以后我会用我自己的眼睛好好看你 不再依赖眼镜 我一定会给你幸福 所以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嫁给我吧 小翠也非常感动 就很高兴地答应了他 本来故事应该到此就结束 然而阿强的眼睛里浮现不一样的光芒 在他给小翠戴上戒指的时候 眼前也再次出现了智能眼镜的画面 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在之前眼镜被小翠发现的时候 眼镜就立马给出了解决方案 让阿强把它扔在地上踩碎 然后道歉 并说不用担心 只要指纹付一下款 升级版的影星眼镜 明天就送到你家 于是就有了当天那一幕 并且最后阿强求婚成功 然而画面定格再一转 来到一个做满人的发布会现场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他们做的实验 这款新产品名叫幸福眼镜 致力于改变用户的消费习惯 不是让用户自己去选择商品 而是引导用户去选择指定商品 然后就说在场的各位 有谁想跟我们合作 接着站起来一位酒店的负责人 表示希望合作 最后阿强和小翠的婚礼 就是在这个酒店举行的 所以其实这个片子的结局 想讲的是 我们的消费习惯 到底是谁在主导 我们买那么多东西 到底是我们自己在做选择呢 还是我们被引导着去做选择的呢 这个结局你猜到了吗 如果将来真有这么一款眼镜 你会相信他的推荐吗